云里虎伟高中的校友回馈母校一个大礼物 第11届的毕业校友呢 现在呢都已经是70岁左右的老先生老太太了 而离开校园50多年 大家还是很关心学校的发展 因此在今年的同学会呢 有人提议募款要为学校的奖学基金来挹注经费 结果呢大家响应热烈 一共是募到了230万元 在于此当中 虎伟高中第11届毕业校友回到母校参访 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大礼物 我们学校有一个省力 虎中虎女奖学基金会 那我们有1400万的基金 我们都是用这个知习来做给学生的奖学金 是因为我们回到母校 总是要送个礼物 那最好的礼物 最大的礼物就是奖学军 这一次募集奖学金 最大的收获当然是募到230万 那我们原先目标是订100万 但是我们花旗人会议召开的时候 这些花旗人一目间就超过了100万 所以我们就把目标翻了一翻 加倍到200万 那最后三个月的时间募到230万 从某种少年如今以白发苍苍 这群校友在民国51年毕业 过去为了生活打拼没有机会参与学校失误 现在失业有成而且也多了时间 因此就有人从中发起 要替母校的奖学基金募款 原本是奖捐100万 最后是募集到230万 第11届就是大概民国51年高中毕业 51年高中毕业里现在已经53年了 53年了 加18岁 最后都71岁了 他们都已经70几岁了 很多五六十年 四五十年没有找到的同学都找到了 甚至国外的都参加认捐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说话 这些阿空阿嬷感念过去学校的赛培 因此决定发起募款 要让护卫高中的基金有更多钱 等候有更多利息来帮助这些学弟妹 这群校友也表示 这次除了能替学校做一些贡献之外 难得的是一些失散的同窗老友 也因为这次的机会再次见面 记者林彦运你采访报导